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古海洋帆 我是曾中玉 这个礼拜网友最想问的四大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到底放了一个台风架之后 怎么样来看10月份还有10月中10月底的行情呢 再者看到了连准会确定降息两码之后 接下来降息的循环跟步调该怎么样来进行因应 市场上说了是不是未来两次会各降一码 那这个降息的步调对台股的步调来讲多空该怎么看 而至于中国也是这个礼拜最大的头条焦点 在确定降息降准之后经济真的有可能大反扑吗 那我们的中概股能不能够一要成为10月份的强势主轴呢 至于市场上原本担心 日本首相石破茂上任之后 对于经济会再次采取紧速的政策 不过它再三出来澄清 还是会维持市场上的宽松跟信心 那对于市场上所谓套利平仓交易的动作 是不是不用太担心会继续冲击全球股汇市呢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黄子东 子东您好 小玉好 观众朋友好 再来我们欢迎的是龚鸿斌 鸿斌您好 小玉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来宾今天要带来我们这个礼拜 这个网友最想要了解的事情 先把整个台股还有全球股汇市的轮廓给描络出来 我们先请子东来看一下10月份的重点 然后再放了一个台风价之后 这个礼拜周量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那再放完台风价之后 10月中10月下旬的这个累到台股能够有一个光辉10月吗 我认为如果要讲光辉10月应该要讲一下 应该说小光辉 因为大家原本去预期 说过去一年应该是9月 比较容易是一个修正的行情 结果这一次我们台股在这个地方算是挺住了 但是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大家如果要说 为什么我们在放台风价之前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期货盘 怎么有一个快速的修正 那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是中东事件这个部分的危机 那短期应该没办法解除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鲍尔在这个地方发表了一方的谈话 那这一番谈话呢 是我认为了 他讲说 接下来还有两次利率决策会议 一次是在11月 美国总统大选完之后的隔两天 那最后一次是在12月 那这两次呢 这个鲍尔是讲说 应该都会指各降息一马 其实我认为这个概念就好像是说 今天有一个小朋友 要吵着要有糖吃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是一个比较说 这个宠孩子的父母 我一次给你太多颗糖 其实对孩子的长线发展来讲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认为鲍尔讲这句话 尤其是搭配这个数字 大家会认为说 原本一开始公布的 这个ISM制造业指数 好像表现得不是很好 但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说这个鲍尔看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数据 因为在降息的循环 重点是在于就业率失业率的部分 结果星期三公布的这个小飞浓ADP的数据 其实表现的已经是近半年以来 我认为表现得相对良好的一次 这一次ADP的数据是14.3万就业人口 比原本议期的12.8万 其实还要来得要好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鲍尔其实讲出这一番言论 就好像是今天 我如果要让一个小孩子健康的成长 不要一次给他们这么多颗糖 所以我认为其实以中长线来发展 那再回到台股的面向 像这个10月初有这个特斯拉 Raportaxi大展 那月底可能连发科也要发表天机9400 在几大利多的加持之下 我认为这个台股的10月份的行情 应该还是可以有所期待 如果能够有所期待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期待 这个所谓的多头行情资金派对能够滚动 洪斌来帮我们看一下 刚才也讲到了联准会主席鲍尔的一番话 还有他接下来的降息步调 不管他要降多久降几码 那只要美国股市还在持续的创新高 台北股市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 有大幅回倒的可能性呢 好 我先说一个结论 我觉得我认为是这样子没有错 就是台股其实目前现阶段的整体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资金活水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做期待的 那虽然那个鲍尔他在今年 其实联准会本来预计就是要降息四码 那他在接下来是各降一码 或者是一次降两码 那其实都有符合现阶段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就是今年降息四码 所以对于鲍尔的一个整体谈话 我觉得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那刚刚子东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相关的一些就业人口的一些数据 还有礼拜五的一个非农的一个公布 那我觉得相关的一些数据 是不是更能佐证整体一个经济面 是完全无语的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大家 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一下 第一个美国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他们的经济不要硬着陆的太快 那再者就是在后续整个资金派对当中 因为全球其实不准是连准会 各国的这个央行也都在大撒币 这个礼拜最大的焦点 当然就是中国咯 中国股市 香港股市强力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人行不仅是降息 又降准 而且针对了在整个房市的力道之中 大松宝 所以现在华尔街全球的资金 都把焦点看到了中国市场 觉得他们实在是太便宜了 后续这个陆股的反弹还能够继续吗 那甚至包括了在整个台股当中有很多的中概股 还有陆股跟港股的ETF 是不是也能够在下个礼拜继续单纲主流呢 子东 我认为了建议投资朋友在实务操作的部分 应该是采取分担操作的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就是我们讲到中国这个习主席 其实当初了 他们针对于这个数字 其实看法是非常明确的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 在消费市场上面当初给出一个目标说 希望能够在这个总体经济带来5%的成长 结果我们说这一段期间 因为前段期间其实 讲到中概ETF啊 或者是像一些什么 小标股鲜活果汁啊 平常投资朋友原本就不会太关注这些个股 所以交易量是非常的小 结果这一波的拉抬 基本上涨幅都在20%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对照 如果在这个地方消费市场的力道要拉抬个5% 结果这一次股价已经上涨了20% 就这个部分呢 我们反而是认为 短期会有一点点 是不是资金在这个地方 又有点蜂涌而至 这样的一些循环的风险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说目前为止 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不会停下 不会停下这个脚步了 不会说2025年 这个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货币紧缩 应该不会这样子 所以还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情况之下呢 我认为投资朋友开始把一部分的资金 搭配一些中东部分事件的危机 把一部分的资金转往比较偏向于中概股的 像是一些传产钢铁硕化 这个部分呢其实勉强是有道理 只是短线上面的一些小型的 比较没有交样的个股 我们建议投资朋友 放完台风价之后 头脑也要再更清醒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高档先要调节的部分 那等到如果我们持续观察 如果政府后面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持续一波的一些补救 补助等等的相关的措施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再抓第二波的行情 这个部分倒是比较合理的 那先前先送到大礼包的是谁 其实是日本的央行 日本央行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 的确在这一波日本股市狂冲上历史 新高带动了全球的资金行情 但是的确在换人做做看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实破币上任 会不会让大家想起 他先前原本坚持比较紧缩的政策立场 所以大家会开始担心 他会不会再度采取一些升息的步调 让市场上的所谓的套利平仓交易 再度的冲击股会市 所以红冰帮我们做个研判 你觉得实破币他上任之后 他其实一再的澄清 说还是会维持稍微比较宽松的利率政策 市场上可以相信吗 好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市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反应 因为礼拜一其实日股大跌的 大概2000点左右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担心 他过去的一个言论 是比较鹰派的一个部分 但是其实他也自己也出来 做一个澄清之后 那其实日股其实也就马上直吻 就没有再去做过多的一个反应 那我觉得反而在之前的那些套利交易 其实当初的一个套利交易 利差稍微比较小的 他已经因为之前的一个升息 他可能已经平仓了 现阶段还留在这边 继续做维持套利交易的一个投资人 对于现在暂缓升息 我觉得资金活水 都还是会持续留在股市或债市 这个部分我觉得投资人 是可以相对比较安心一点 日本后续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从中国 从美国 从日本先出发现 帮大家把10月份的轮廓给花出来 发现其实两位分析师 对于10月份的行情来讲 还是比较省慎当中偏乐观 那下个节奏回来 我们就继续来看 如果在10月份 还有哪些多方的题材 可以来做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